Iradio 幸福 早點名 我只記得可能大概就是海員吧 我寫小時候應該寫 海員的原因是因為我爸是海員 那時候都是想說我爸做什麼我都做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沒記錯應該是海員 那後來就是在整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有改變有立定志向 那到後來成為現在的頂尖的天王 跟以前自己在設定的道路上面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差距 我想我自己應該算是沒有什麼打算的人吧 那所以其實我成長的過程我沒有想過 我會真的會當什麼東西 那因為老師要你作文要寫的我就寫了 然後可是真的問我的時候 其實我也真的不知道 後來發現自己不能當海員 我暈船暈得很厲害 我不能當海員 那就去想別的啦 當文員啊然後當什麼的 我從來沒有立志做歌星真的是 但是真的可能就是一個天分加上後天的一個努力 讓你有現在這樣在這個歌壇的一個地位 很多觀眾啊在看你的演唱會或在你的歌裡面啊 經歷了從相識相戀相愛甚至到結婚 那當然也有一些比較不好 擁有不好結果的人 在聽你演唱會的時候有一些感動落淚的一些橋段 就是聽你的歌會想到很幸福的時刻 或者是曾經失戀難過的時候 嗯其實也有一段這個你演繹的這個心路歷程哦 那你每一次在唱這一些歌你腦海裡的畫面 你的心情是什麼 其實老師我沒有畫面的 我唱歌的時候只有只有音樂跟我的聲音 嗯那我我的情緒基本上是隨隨著音樂 可能也說是樂隊他們也會隨著我的情緒去走 然後當然那天的情緒啊 或那天發生的事情會影響我唱那個歌的時候的一些 一些感覺吧 嗯那所以其實會有不一樣的每次 可是並不是基於畫面然後去表演 OK那麼在一一的完成了你的一些夢想啊 比如說像做了華人的第一個歌舞劇 然後呢有很多的一個演唱會 再來就是在你的音樂的專輯的品質上面 你非常要求那個音質 好那據說接下來的重大的計畫 就是要讓雪狼湖再度的付出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個真的是沒有 雪狼湖再付出其實我們一直有做 只是有一個 嗯我找不到一個人他願意做我 其實到現在都目前為止 因為雪狼湖裡面 因為我不可能再演那個那個狼了 演老狼都可能有點有點累這樣子 那所以可是那個 因為那個雪狼湖裡面的阿狼的角色 是一個所有東西都發生在他身上 他從頭要跳到最後 然後哭又是他唱又是他跳又是他 什麼都是他發生的 所以其實可能舞台的訓練要相當足夠才可以做 那已經有很多訓練的可能他不會願意接 然後要是太新的可能他們又 又還沒有足夠訓練 所以其實比較困難 我可能媒體講的是 我有講過是20 快20年了嘛 雪狼湖 那20年可能做一個紀念的 音樂會有關於雪狼湖 那可能不會演 可是會可能想唱 看能不能做成這樣 反正呢這個距離這個20年嘛 20年還有個幾年嘛對不對 對對大家就期待 但是希望在這個音樂會呈現之前啊 大家還是可以趕快見到這個雪狼湖 新專輯的呈現 好今天我們要聽到的歌曲 也是大家朗朗上口的祝福 也祝福雪狼湖一切順心如意 同時非常謝謝你帶來了 這一次這個二分之一 世紀巡迴演唱會的專輯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收藏 這份幸福的感動 再一次謝謝雪狼湖 謝謝謝謝大家 朋友 我永遠祝福你 朋友 我永遠祝福你 朋友 我永遠 朋友 我永遠 我永遠祝福你 不要問不要說 一切记在不言中 这一刻围着烛光 让我们紧紧地度过 我手抹回头 当我唱起这首歌 怕只怕泪碎轻轻地滑落 远行着永远留住我的笑容 把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想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所以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去当你见 你和我从风飘下来的季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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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冷和热 冷和热 点点滴滴在心头 烟熙中 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把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上离别 上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去当你见 你和我从风飘下来的季节 这一次的幸福早点名 林威真的非常荣幸地能够访问到我们的歌神张学友 从这次的访谈当中也有深深的体会 体会到神不是那么好当的 一定还是下了很多的苦功 学友哥对工作的认真努力跟敬业的态度 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很多的态度